程教院所去年收納近5400人士的环页人士 他们有权选择私人膳食 但不是每间程教院所都有供应双缘二组 例经程教所今天开市也有私人膳食供应 负责人预计要亏损 为何借着钱都要做呢 一位二和他聊过 早午晚三餐自行选择他们是规定了的 提早五个多钟头开店 为的只是这五个外卖 Annick本身在葵冲广场做食店 年初知道有励敬程教所的环页人士 想订私人膳食 但没有供应商肯做 于是向程教署申请 等了三个月终于获批 每餐定价五十几六十元 以我所知在黎智角那里 吃一个月的饭大约要花差不多七八千元 想给多些选择没有那么富裕的人士 拼文化的价钱 打包好就出发 六点十一准自送到 黎智这里的地点就比较偏远一点 还有人数就比较少一点 暂时来说都是做不到收支平衡 有些东西就比起钱就更加重要 希望为社会做少少事 始终香港是无罪假定的城市 食情教署的饭菜不是那么合口味 他们在未定罪之前 都应该享有出现基本的人权 他也都申请了向黎智角和碧屋 程教院所提供私人膳食 正在等审批 加上例经 现时全港七间收额未定罪人士的 程教院所 只剩下两间未有私人膳食供应 一直关注囚权的立法会议员邵家俊说 不少曾经申请的供应商都说 程教署的审批过程令他们却步 程教署回应说 審批申请会考虑多项因素 包括与院所的距离 保安要求等 又说寻找供应商并不是院所的责任 但会持续联络伦近的供应商 也都将资料上载网页 给有兴趣的供应商申请